很多朋友在家做炒饭的时候 不知道是应该先炒蛋还是先炒饭 做炒饭的时候一定要用隔夜饭 要是刚焖出来的米饭 由于它水分含量大 它比较粘 不容易做到粒粒分明 由于这个剩饭 它有一个脱水的过程 所以炒出来之后会影响头感 怎么办 您给它补充一些水分 你看这样米饭也不会形成这种粘连 咱们把这个蛋吃蛋黄 得分离开 蛋黄加进来 快速抓匀 油温不要太高 下入蛋清 快速炒散 炒好的蛋清放旁边 这锅里边直接也不用放油了 下入米饭 全程保持一个中火的状态 炒饭的时候一定要勤翻作 这样避免它粘连 而且随着它的水分的流失 这米饭就会在锅里自己跳起舞来 米饭已经没有粘连的迹象了 这会儿的米饭就差不多了 直接下入蛋白 黄瓜丁 胡萝卜丁 午餐肉丁 盐 胡椒粉 粒粒饱满的米饭 裹满鸡蛋和辅料的清香 绝对是鸡肠鹿鹿时的最佳治愈物